为了迎接109学年度流行音乐表演专班 日前丰田国中特别开设两天的试读营 让小六学子在北一大老师带领之下 运用科技体验流行音乐的产出 同时也创作出属于自己的鼓调改编曲 来自长宾的学生就表示 在参加完体验营之后 更坚定未来要就读专班的音乐 丰田国中自109学年起 将招收对流行音乐表演课程有兴趣的小六生 为让学生及早认识专班内容 于18号起一连两天办理试读音 西首北一大师陪中心 与INPEG流行音乐产业学程师资 让20多名孩子体验录音 编曲创作 乐器体验等流行音乐的产出过程 我想两天一夜这样所谓的应对活动 对于中学生的孩子 我觉得绝大部分来讲其实是一种体验 跟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是过去我们不管 比如说你看DVD 你听CD 你做的事情是拥有它 但是你现在可能是上Netflix 上Spotify或Cakebox 你是体验它 你不一定要拥有它 把它放在电脑里或家里 所以我觉得这两天一夜的活动 有很重要的一个感觉是体验 包括体验的本质是什么 你用身体一些语字去碰触 碰触乐器 碰触音符 碰触创作 四组学生于19号下午进行成果发表会 现场播放学生以数位软体将鼓调改变后的新曲 学生同时以现场演出的方式亲自弹奏乐器 呈现出第二种创作 那它从学习者变成现在是可以贡献的 那这个过程里头对于它的一个生命体验来讲 就是它在这样的年纪 它就会感受到 我经过一番过程 然后我可以站到舞台上 我有自信心 来自长斌的同学表示 经过了体验营后 发现编曲创作不同于想象 也更加坚定 想要就读专班学习音乐的意愿 来之前想要学唱歌的技巧 来之后 我学到编曲作词 还有和弦之类的东西 超级开心 也不会像学校的老师那样那么聚集 就很开放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可是它如果是在这个岁数就起跑 也许它可能是八二十岁的时候 它就有那十年功 它就变成是我们这一个世界的 站在那个舞台中间的人 我们应该要很期待这个事情的发生 丰田国中指出 期盼透过两天一系列的活动 让孩子体验未来专班的相关课程 协助孩子开启对流行音乐的认识 欢迎对专班有兴趣的民众 洽询丰田国中 记者江碧任台同时报道